对中国人来说 吃吃吃永远是节日的主题 那么2019年的元旦 你准备吃些什么呢 对于在海上飘了一个多月的 远望七号航天测量船船员来说 能够陪伴他们度过元旦的 除了船上的食堂 就要数他们带上船的各种零食了 2019年元旦 前夕记者走进船员们的筑舱 看看他们都带了哪些好东西出海 我家里帮我做了一些 伞子之类的 就是小的面片 然后放在油里炸的 山椒凤爪是必带的 好吃不上头 葫芦丹 这个无花果干 大枣啊等等这种感觉 锅板 我就把什么石壶打成粉 咖啡豆打成粉 就提前都把它弄成粉 这样的话也方便 自己带来个焖烧杯 把我们的那个米放在杯子里面 然后通过高温 然后焖一个晚上 差不多六个小时左右吧 就可以形成一个粥 我们现在是在船上嘛 所以说它是不使用大功率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就是拿我们这个滋热火锅了 我们那边的热干面嘛 从小就吃到大的 所以说也带着海上 偶尔吃点 环练一下家乡的味道吧 大的泡沫糖 对 就是为了体质锻炼 或者说干活的时候 口里就得嚼热 在琳琅满目的零食和家乡特产中 周从健的收藏格外引人注目 他住藏里的美食 除了儿时回忆和家乡特产外 还有他自己种的菠萝 想着看能种在房间里面 看会不会长出菠萝来 抱着这种心态 然后就是拿到房间 就种了这么一颗菠萝 出海嘛 比较枯燥一点 然后有点植物啊 有时候可能就是能缓解一下心情 周从健是远望七号的餐饮保障人员 一直对种植十分感兴趣 他在远望七号上工作了四年多 种过许多植物 但多为观赏性的盆栽 花卉 种水果还是第一次 不过他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 活了反正就是 根部啊什么的都长根了 我房间的花 可能就稍微养得稍微好一点 诀窍的嘛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你平时要去关注一下它这个土壤 土壤就是紧不紧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土的 适温程度 好不好 周从健告诉记者 这株菠萝来自于远望七号上次出航 他在整理库房时发现了它 菠萝绿油油的叶子吸引了他的注意 于是他决定尝试种植 不过由于身在船上 种植条件非常简陋 土都是因为之前在陆地上弄了一些 弄的小袋子什么的 种了一些土 种到船上来 吃肥它就是我就是用平时喝的茶叶水啊什么的 然后给它 把茶叶给它放到上面 喝不了的茶叶水也给它浇到土里面 虽然距离波罗长城还有一段时间 但周从健对收获的日子无比期待 他说如果能成功种出波罗 他会收割下来 和远望七号船员们一起分享 那种三宫的大猪蹄 那种就啃得比较香一点 还是想尝试一下我们船上厨师 他们开发的新菜 就是原型的里边带着有种的 就是我们喝过它村来的 就那种 就那种练习 百香果 对 百香果 最想吃到的好吃的肉吧 区区的可鸭我一直想吃 但是没有机会去 回鱼啊 河豚啊 这些鱼 想吃到就是家乡的三鲜 就是肉圆子 鱼圆子 还有肉糕 特别想去尝一下湖南的一个特传 就是那个庄德牛肉米粉 我想去从都吃一趟 那里挣了八整个花果 新的一年我想去重庆吃一顿串串香尝一下 出了海以后可能对于祖国的这种 就是耳熟能详的美食 其实内心是 就是那种思念之情 是愈家愈烈的